早安 各位今天是12月6日 星期二的早上 隔夜美股又一升 道指升四十多點左右 繼續做一萬九千二百幾點 港股方面 恆生指數昨日深港通 似乎市場反應非常冷淡 無論是南向或北向的資金流 相當之小 同時間昨日恆之也要倒跌五十多點收市 今日高開188點 去到22694 目前恆生指數 如果22694開出 已經收復十天和二十天線 因為十天線是22701左右 今日來看市場應該沒有特別大消息 當然我會叫大家 接下來這幾個交易日 繼續觀望究竟深港通 是否真的雷聲大雨點少 或是南下的資金開始見到 高益有顯著的改善情況 可能可以再一次翻炒之前跟大家說的 中小型股也好 軟件股也好 或者所謂五十億市值的 中小型指數的成分股 否則如果見不到水流的情況下 我會認為市場暫時缺乏焦點 今個星期四的時候 歐洲央行會議息 接下來都是關注12月14日 聯儲屋的議息 星期二日方面 意大利剛剛完成了一個公投 不過失敗 這方面對港股 我從來真的沒有特別大的影響 因此今天看看究竟恆生指數 可不可以真的又再站穩二十天線 大概是兩萬二千五百六十 或者兩萬二千七這條十天線 如果可以站穩呢 只是不再這麼看得淡 但是呢 我自己的看法呢 都是無力的 銀子都是無力 要再上坡呢 真的需要靠一些概念或者辦法 如果站穩兩萬二千七 都不要輕易去加仓或者重鑽著